女生们 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我们对川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 使其成为法律 并终止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其次 我们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包括陈全国等我党四名官员实施制裁 禁止他们及其直系亲属进入美国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第三 我们对英国禁止购买华为设备 并将在六年的时间里将华为设备全部移除的决定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最后 我们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终止以香港的引渡协议 并考虑接受香港难民 不对 不能叫香港难民 因为香港跟大陆其他城市一样了 所以应该叫大陆难民 也不对 就叫中国难民吧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因为只接受香港人 是对大陆人的歧视 既然你们觉得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 就算难民了 那十四亿大陆人民怎么算 那岂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难民 那你们都收吗 如果都收 正好我们就把中国人派往世界各国 每个国家几千万 立马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点扯远了 好了 现在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 中国提出涵盖南中国海 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力 主张完全不合法 这意味着美国也不承认 中共在南中国海建造的 那些人工岛屿和岛上的军事设施 甚至将其强拆 请问你有何回应 我们对美国违背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 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这规定台词总得说 当然除了抗议和反对 我们还做好了被强拆的准备 什么 为啥不派出航母跟美军打一仗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敢打还有你提醒 拿鸡蛋撞石头 那仗怎么打呀 你们也注意到了 美军两艘航母就在南中国海溜达 正找茬呢 就我党用来展览的辽宁号 那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啊 所以只能打打嘴仗了 赵哥赵立坚也只是批评 美国违背南中国海主权问题 不持立场承诺 这就好像跟美国撒娇 欧巴 你原来不是说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没有立场的吗 你怎么变卦了呢 不好意思啊 恶心着大家了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在美国 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包括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四名中共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后 中共向美国采取报复措施 宣布制裁美国参议员努比奥 参议员克鲁兹 众议员史密斯 以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萨姆布朗贝克 但华春莹没说具体制裁措施 请问你知道吗 哎呀 今天的问题啊 难度很大呀 没错呀 盟营宣布制裁美国反华议员的时候 媒体具体制裁措施 因为实在是说不出口啊 除了不给他们来中国签证 其他根本就够不着这些美国人 不过 这些美国人拿不到中国签证 来不了中国 损失也很大 至少他们爬不了长城 当不成好汉 还有 他们开不了人民币账户 只能把美元砸手里 买不了七十年产权房 那你也甭想来我们厉害国留学了 想吃地道的北京烤鸭 没门 至于要品尝醇厚的北京雾霾 营养丰富的地沟油 更是想都别想 哎呀 你们还别笑 据说卢比奥听说被我党严厉制裁了 还真是被吓了一跳 他在推特上抱怨说 中国共产党禁止我入境中国 我猜他们不喜欢我 听听 害怕了吧 如果他们不悬崖勒马 继续在反共的路上走下去 我党还会出台更下座的办法 天天在央视大裤衩骂他们 诅咒他们 让他们天天打喷嚏 好 下一个问题 就一句 看来蓬佩奥最近喷嚏打了不少 因为最近央视大裤衩又天天在骂蓬佩奥 不是人类公敌 就是开车睡觉 现在又发推挑拨你党与人民的关系 我的问题是 像这样十恶不赦的人 杨洁篪为什么还要万里迢迢上杆子 跑去美国见他呢 最近王毅又说要同美国搞好关系 为什么不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呢 反贱呗 我是说呀 根据需要随时变脸 是我党的一贯激发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前几天我们部长王毅承认了 现在中美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废话呀 岂知是中美之间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而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面临我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准确点说 是我党面临被世界围殴的局面 可no do no die呀 这不就是包括王毅被人到处撕咬的战狼外交的结果吗 把人家咬急了 咬伤了 人家才围起来痛打落水狗的 我是说呀 才形成目前这种天下围中的格局 一看形势不妙 王部长赶紧放软话 说什么 中国从来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无意与美国全面抗衡 可警告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和奉陪到底什么的不都是你说的吗 这才几天呢 现在又认怂了 又呼吁什么 共同探索和平共处的方式 对外释放更多正能量 可惜呀 现在美国已经不是东国先生 而是那位智慧的农夫了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近日 你之间的事属于他们家内政 我们外交部啊 不好直接干涉 但估计啊 蓬佩奥会被央视大过产 多骂三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